今天的熱點透視要帶您聚焦 在臺灣夏天的溫度屢創新高 而根據了國衛院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 高溫恐怕會增加憂鬱的風險 研究指出國內居住在年均溫 在二十到二十三度的地區 罹患重度憂鬱症的風險最低 但如果你居住的地點 年均溫高於二十三度 每增加一度的話 就會提高百分之七的發病風險 尤其是六十五歲以上的年長者 更容易受到影響 只要是艷陽天 不少民眾都喜歡安排出門 踏青一節上班上課的鬱悶 但可不是曬太陽都能曬出好心情 一向國衛院與台大醫學院的合作研究 發現高溫可能會增加 罹患重度憂鬱症的風險 研究團隊利用氣象局 與健保資料庫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居住年均溫 在二十到二十三度的地區 民眾罹患憂鬱症風險最低 而年均溫高於二十三度的地區 每升高一度就增加百分之七的發病風險 精神科醫師也表示 氣溫確實會使人心情受到波動 潮濕然後又悶 很容易使一個人煩躁 對於某些中蘇 對於溫度特別敏感的一些 比較神經質的人 他容易誘發一些些情緒的波動低調 這就是水的憂鬱現象 數據分析也發現全台年均溫最高地區 像是台北市 中南部平原 東部沿海等 在研究的十一年期間 累計發病率高達千分之十六 比起全國千分之1.03高出許多 尤其65歲以上民眾更容易受影響 年均溫每升高一度 男性長者發病風險增加百分之十八 女性長者增加百分之十四 多學習怎麼轉移注意力 心念一轉移心態當然就比較容易適應 氣候暖化高溫年年破紀錄 國務院新研究登上期開 有助於規劃因應策略 未來更能對症下藥 記者做好